哈囉老星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了 好不好 那最近的話應該是先來幫我們就是 大家打這個春日之旅啊 先把它打完哦 那我想說今天的話 哲平是把我們這邊的那個就是 普通關卡都已經刷完了 那刷到我們都快要沒有這個 體力劑了好不好 那我想是刷到這邊剩下後面這半部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打一下後面這半部哦 然後極限關卡的話我們就一關一關慢慢打 不過比較麻煩是因為這幾天啊 就是今天是我們3月12號的時候 是禮拜五的 那我的那個就是3月13跟3月14我都要 去南部啊 所以啊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再 錄新的影片給大家看了 所以我等於是今天我就必須要把這些東西 都打到一個比較後面一個地步 然後影片再慢慢出這樣子哦哇 辛苦辛苦我自己了哈哈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這個 垂柳湖畔這邊的話 基本上boss的關卡的話都是我們這個 英雄陣型的角色啦 那英雄陣型的話目前來說 我是還蠻想期待一下 就是這個後面的那個惡狼的 我不知道惡狼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已經打過極限關卡就會發現 其實這邊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一般的這個 困難關卡感覺好像就 比較輕鬆一點點哦 不過到時候要看一下就是 困難關卡後面的那個惡狼 那也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也還蠻讓人家 害怕的哦 因為畢竟是惡狼嘛對不對 他那個我流權如果真的不是 把我們全隊給打怕的話 那也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是蠻想要看一下極限挑戰的 那個後面的那個 goss們是誰哦 那試一下的話 我應該都會慢慢先把他們打掉啊 因為我是去 南部幾天我也是可以那個 可以玩遊戲的 只是我是沒有辦法錄影片哦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的那個體力技也不太足 所以不知道能夠錄幾部影片就是了 啊怎麼那麼辛苦 所以基本上大家會發現 就是哲平很少出去玩啊 或是很少出去就是做一波交流的原因 就是這樣 因為我只要一出門啊 我就必須要提前先 錄好非常非常多部影片 大家不要覺得就是哲平錄影片很輕鬆 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我每天都要去想一下 今天要錄什麼題材啊 也不能太水嘛 雖然我很多影片都在水 但是也不能太水 至少每天都要有一點點的主題 像今天的話很有可能就是要打我們 就是那個困難等級的惡狼嗎 那這就是一個主題但是 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話 你就必須要生出很多的那個 想法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可能接下來就要想一下 就是接下來影片要出什麼之類的 所以像哲平一天要錄六部影片的話 我們思考的東西就要別 就是比別人更多一點點 雖然我的影片都沒有要剪輯啊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 我在錄製影片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好分好了一些段落 因為我就是會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一直講話嘛 所以我等於就是這十幾分鐘 我都是一直在跟大家就是 呃聊一些天的那種感覺 所以還是有就是我自己 就是比較辛苦的一些地方這樣子 但是玩遊戲的過程是還蠻開心的 只是剪片跟做封面還有想標題 哦真的就 超級麻煩的 所以其實錄影片是 呃相較於就是剪片那些來說的話 就是稍微比較 ok 一點 因為我就是玩嘛 就是邊玩邊打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哦 遮拼就是都沒有後製啊 都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出片量很快 這樣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你會 你知道我基本上一整天的其他時間啊 我除了就是 今天影片這個很快速以外 其他像比如說在剪片啊 呃錄製還有再就是用一些想法的時候 或是做封面 想標題的時候 那才是真正花超多時間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 明天跟後天要出門對不對 那這樣加起來的話 總共我們就要出差不多 十八部影片 那十八部影片 你們要怎麼去做他的封面跟響標題 那就是整個最麻煩一個地方這樣子哦 哈哈哈好沒關係 哎我們遊戲重點好不好 是我們今天要去打那個二郎 但是我們這邊 居然把我們這些英雄角色都直接放在旁邊 他就說哎哎哎哎 現在是在介紹我的時間哎 啊你怎麼就自己介紹自己的剪片死了 哈哈哈到時候就被那個什麼 直接被那個就是金屬騎士給打爛哦 會很恐怖哦 好先把它削爛沒有問題 然後就只剩下我們這個捲捲俠了 那困難關卡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兩波啦 然後極限關卡是三波 所以極限關卡稍微就是 比較麻煩一點點哦 今天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打到我們 就是那個誰 打到我們二郎關卡 今天就把我們這個困難關卡給他殺清一下哦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來說 活用關卡都還算是蠻硬邦邦的啦 所以你打那個花的時間就會比較久一點點 那大家說你可以把那個 呃動畫關掉啊 哎就不會拖這麼多時間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他們的動畫很帥 雖然我可能每天都看重複很多次 但是我還是覺得 他們真的是帥到一個翻掉啊 好啦不然我們今天就 為了加快速大家來觀看的那個內容 我們這次就來破 破不得已我們把那個動畫關掉好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啊就是 這次必須要趕快趕一趕了 因為我們這邊如果再再不趕的話 我們這邊的那個春日之雨 我看今天大概要錄到差不多二三十分鐘 才可以打到二郎了好不好 好我們就快速的給他帶過去 啊好累哈哈 沒有問題好不好 所以其實大家會覺得哇 哲平你每天就這樣玩遊戲啊 然後這樣是不是其實過得很 很開心或什麼之類 但是當你就是 每天都必須要想東西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你當你要跟朋友出門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就是出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世界無敵類的那種感覺 就真的是沒有那麼簡單啊 沒有像大家想的那麼輕鬆這樣子 其實要面對的東西還算是蠻多的 而且你錄完影片之後有沒有 你還要被觀眾講說啊 你有影片很水或什麼之類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你很努力 花時間去錄出來的產物啊 這會比較麻煩啊 然後隨著就是 觀看數越來越低大家不喜歡看了 然後這款遊戲可能要被換掉之後 你不玩的時候還是會有零星的觀眾跟你說 啊為什麼你不玩那個遊戲了 是不是退坑了之類的 那大家都比較不知道我們的一些辛苦 但是我有盡可能就是 哎我有盡可能就是不太就是 依照那個觀看率來去出影片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 基本上有六部影片嘛 我基本上就是六部影片的話 都能夠做很多就是 已經有一些就是可以穩定我的一些積蓄 那有一些非常好玩的系列的話 就算他的觀看數很低 我還是會繼續去玩他這樣就還好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今天你知道我已經累到 不知道要講什麼內容了 就開始在那邊跟大家聊一些我平常的東西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9點49分了 我待會還要去處理一下 剩下的差不多七八部影片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明天跟後天要出去玩 也不算出去玩啊 就是出去跟別人做交流啊 就因為這個要做交流 我就必須要先把18部影片都先弄好 那大家說啊哲平你這樣可以休息啊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也不是我不休息 除了我自己就是自己休息 我可能會變很懶以外 還有就是 呃我想要每天都陪大家就是有影片以外 另外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YouTube的演算法啊 如果你沒有一直出影片 沒有一直照著你平常的一些動作做的話 很有可能大家就 再也看不到我的影片了你知道嗎 就可能就是一個 會影響到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主要來說 讓我就是一直要出影片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說 我既然都還有體力我還可以動我還可以講話 那我就應該要繼續出給大家看這樣子 我就比較 比較沒辦法讓自己休息了 我覺得要休息的話 等到之後真正退休的時候 我們再休息這樣子 會比較好一點點 哈哈哈哈 好啦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困難關卡真的就也還好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一個那個難度 而且基本上每一隻角色的那個技能 我們都已經介紹差不多 再加上今天就是比較特別累一點點 就沒有特別的說這個關卡怎麼樣了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昨天 才剛體驗過我們的那個極限關卡嘛 那現在打這個普通關卡 當然就是會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極限關卡真的是太恐怖 但是這球棒會追擊哦 這球棒追擊的話感覺 好像有點有點恐怖哦 因為他會直接打後排的角色 我們要趁現在趕快在那個就是 哎 雙神血量的時間趕快把這個球棒給打死 不然 可能會稍微有點麻煩 我們先把他打死 追擊追死 因為他追擊之後他會回血啊 球棒啊 會回血啊 哇感覺很恐怖哎 因為有人之前跟我講說就是 呃 英雄插怪人我們還沒有遇到球棒 球棒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的追擊會一直 讓他回血 然後一直打我們後排哦 好沒問題 你今天的話 基本上把那個動畫關掉之後的話 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可以快速的那個 通過一下啊 好那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無鎮騎士 一樣先打一下我們的 小老婆三節棍莉莉 好不好 三節棍的莉莉 然後這邊一樣立方說起來說一下好不好 那因為其實我是覺得啦 就是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哎 哎 哲平每天這樣出影片感覺影片很水 但是我跟你講啊 你玩一個遊戲 算了不要講這個好了 我現在已經語無倫次不知道要講什麼東西了 太好笑了好不好 沒關係 直接 他們11打 啊好累哦 怎麼會這樣 平常一堆話可以講的 現在都沒辦法講 只能講一些就是 無關請要的 對因為我最近的話 哎一拳超人漫畫啦 我們來講漫畫好了 漫畫的話我目前還都看到了 就是我上次看到最新說是那個 哎爆破出來的那一集 我就沒有什麼時間再往下面看了 我也不知道後面有沒有後續更新 我這幾天去 南部的時候應該就會來 看一下漫畫 因為就真的去南部你沒什麼事情做好不好 你就可以就是 來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大家最近有在哲平的直播台 就是問哲平說啊 那我們一拳超人什麼時候要直播哦 一拳超人直播的話 因為我這禮拜六禮拜日我要出門嘛對不對 那應該是 下禮拜 因為下禮拜禮拜四禮拜五的話 因為我家人過世 我要去也要去南部 又要去南部了 所以 所以最近真的是超級無敵忙 哎忙到一個爆炸 瘋狂往南部跑好不好 然後過呃 因為過世嘛 然後去南部要處理一些事情 然後禮拜四跟禮拜五 那應該是禮拜五的晚上就回來了 所以禮拜六跟禮拜日的話 應該會可以找時間來那個 直播一下我們這個 一拳超人的遊戲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來幫哲平健檢一下的人呢 哎歡迎歡迎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能不能把我的帳號 變得更厲害一點點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是從那個 波羅斯的那個第一個活動 波羅斯的那個角色的最後一天入坑的哦 所以照理來說的話呢 我的帳號應該也不會說那麼的爛這樣子哦 但是一定是我有很多地方沒有養好這樣子 好來了 閃光的普拉秀 待會就可以見到我們今天的那個 大Boss二郎哦 之前我們在打那個105個關卡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是直接被那個 二郎給他打趴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今天這個二郎會不會也很可怕 但畢竟是困難關卡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可以勝任的哦 應該是還行 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 先把普拉秀給打死 然後 黃者連梯 反正現在我們基本上大家會發現 我都是依靠那個 獨角先在打一波攻擊 然後前排的話都是放這兩隻不滅的哦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我們的那個就是 鳳凰男也正式反場了 然後我應該會等我回家的時候 再來抽一波吧 因為最近真的是 太多事情要做了 我們先 先把這個 打完 因為如果我沒有把這個打完的話 好我們就是 就沒辦法錄給大家看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就是這幾天就要出門 就沒辦法錄了 然後今天的話應該 感覺也是只能先錄到那個哎 錄完這個二郎哎 然後大家就看不到接下來 因為只剩下三天時間 除非 我最後一天回來的時候來趕一下 影片應該 有可能可以再打一下 我們那個極限挑戰這樣子哦 那我試一下的話 因為像我今天的話 這樣只能打爆 我們的二郎的話呢 我試一下應該會找時間 好不好 把那個 極限關卡前面幾次都boss就先打掉 然後我們來打一下 最後一關卡的那個boss 看一下最後一關卡的boss 會是誰在守門這樣子 也只能這樣子了好不好 不管這遊戲 我待會要去錄貓咪大安徵 貓咪大安徵也是好不好 我都哇好麻煩 這樣都有一些影片 都沒辦法拍給大家看 來 最後一關卡了 困難 困難關卡的二郎來看一下 他究竟會有多麼的強悍 好不好二郎來了 最近二郎的這個守門員的程度好像 還蠻常出現來守門的啦好不好 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一樣是先來擊 倒我們的第一隻 因為第一隻通常都會開大招 然後會轟到我們的那個獨角仙 所以目前來做我們首要工作的話 就是讓獨角仙的血量先硬起來 反正他們打我們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那個 都可以就是那個 擋住擋住之後 我們就可以吸一波大血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是盡可能用就是 江森男的招式幫全隊都先補個血 哎讓我們是雙騰血量的狀態 這樣去打的話應該就比較好一點的來 好險好險沒事沒事 沒事就好了 然後沒事之後的話 他們還會反傷反的很多啦 所以就還行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補空起來 追擊 10 然後 蛇蛇拳的話呢 反正他們也沒有到這可以帶太大了 就還好還好 揍揍揍 然後西亞媽一波 然後這邊再來一個這個 碎裂閃擊 王者連踢 哎好險他這邊打我們八檔沒死 應該是我們剛剛有補血補起來啊 好追擊 然後這邊再追擊 要面對的是我們的惡狼啦 來看一下哈惡狼 惡狼 他這次帶的是 茶籃子哦 跟我們的那個蛇蛇拳 還有我們甜美甲面 那大招的話應該是這個吧 上面這隻好像這是第一隻哎 所以其實我說的哎不是不是不是 完蛋了 完蛋了要想趕快補血 要趕快補血了 因為我看到大招是誰放了 大招是惡狼 死定死定死定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回血趕快回血 讓他不要開我們大招開完了 死定了 oh my god 希望沒事希望沒事來了 哦我們大九眼爆了 然後現在全部在打獨角先 好險好險好險哦 你看我們這邊扛住之後的話 我們血量全部都可以回回來 但是我們大九眼被惡狼好不好 開到大招了哦好恐怖哦 好險啊好險如果 我們這沒有雙層血量 我們真的是會死的很慘 好險我們是有雙層血量的 哇這沒有雙層血量真的是 很難打呢哦 好這邊的話呢噴 追擊然後最後的王德連梯 送他下去了也沒有問題 再見惡狼 不不不不不屈不屈 好險哦 oh my god 開追擊小子就死光光了 一拳惡狼登場了好險好險 好險好險好險 追擊追死追死追死 哇這個不屈也是 蠻麻煩的哦 別再不屈啦 再見惡狼 沒事了哦好險 哦好沒有問題哦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這次的話呢 今天禮拜五的話 我們大概就只能先打到這邊了 那後面的極限關卡的話 我應該會那個 哎在 南部的時候先打吧 應該是打到爺爺這邊 然後後面我們再來錄一下龍捲的這個部分 跟爺爺的部分好不好 那今天就只能先錄到這邊了 所以 抱歉啦好不好 因為哲平要出門 所以就只能先這樣子 我還是蠻希望就是每天都可以及時的 跟大家更新一些東西 但是 沒辦法礙於 最近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都過過一個美好的假日啦 好不好 哲平要去 南部了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那我之前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你們好嗎 在去 在那邊 是 才 你 老是